英超第16輪 車路士主場對Azardone-Veyrani 兩隊現在分數爭得非常緊 今集嘗試很快講講雙方在今場的戰術部署 車路士近方認真麻麻 10月自從正選門將用上Mendy後 狀態反彈一直不錯 直至進入12月快車期 接連輸給愛華頓、狼隊及阿仙奴 Lampard始終未找到中前場最佳組合 前排以簡敵打防中成績不錯 但連輸兩場給愛華頓、狼隊後 對韋斯含一仗用左真奴反而贏3比0 對阿仙奴用簡敵又輸1比3 不知是否這樣今場用左真奴打防中 前場亦受蝕耶治、Puricic、Odoi輪流受傷所影響 未能固定正選的陣容 Temmouwena及夏威斯又未找到說明書 不過可憲的是Jetvei在左路非常穩定 今場排出433 主要攻擊手段將會來自左路 至於阿士東維拉亦繼續成為今季的黑馬 季初連勝5場後更加要7比2還數利物浦 不過在10月11月未能維持狀態 Jetvei連下應該要贏的比賽輸球 但Wakensi及Garlesi的配合越打越順 兩者前場喘擾能力強勁 特別Garlesi引球推進能力高超 加上Wakensi善於走位的特性 反擊上非常咒效 特別上場對水晶弓打少人之下 就是靠他們兩個在前場不斷製造反擊 令水晶弓打多一人都要大敗而回 今場他們兩個是必定針對車路士兩閘助攻後的空位 今場林柏特派出Garlesi任正前鋒 Garlesi經常回合到中場做支點 然後兩米翼鋒及Mundt等球員立即上前支援 所以看Kuzco的球員平均位置圖 Garlesi的位置比他們三個更後 甚至Jetvei都前過他 因為車路士非常依賴兩閘後上助攻 特別是左路Jetvei 今場有45%攻勢 都是來自左路 阿士東維拉教練史伯夫當然知道 所以特別位派右翼查奧爾今場死根捷維爾 所以今場查奧爾的平均位置都是非常後 Garlesi繼續作為支點退後set球 連同佩利錫將對方中堅及右閘拉開 Mundt雖然為中場中 但經常靠左邊位置前插進攻 試圖overload對方右路位置 這球利用Garlesi及Peylesi的走位成功在左路找到空位 不過阿士東維拉中場密堅都不是散油的凳 勤力的走動今場在中場包了很多球 阿士東維拉防守時程442 Wadkins連同Garlesi在中間防守 基本都是想截斷防中Jorginho的功用 一個手Jorginho,另一個在收窄中堅可傳角度 這種442防守的方法大家應該不陌生 因此Mundt不時會回後提供出球點 同時令查奧爾在右路需要思考 應該對Mundt還是繼續跟回Jorginho 當年現在這樣問大家都會答當然跟Jorginho 但有時在場上真的未必那麼清醒 所以教練提供明確的指示很重要 今次查奧爾上了前去到前鋒位 Garlesi見狀補回右翼位防守Jorginho 見到教練史密夫有清晰指示 另外又可以見到右翼Odoi突然從右邊走過來左邊 加上佩利錫、Mundt 試圖用4個球員OverloadAstomweiler的右路 而Odoi這個舉動吸引中場密堅過來補位 再加上Box2BoxGandic從右插入中間 將左閘Taget和左中場Agasi進一步拉入中間 車內式的右閘Esparketa就有更多空位 而Odoi則負責轉邊 Astomweiler的攻勢都是主要集中左路 Bukensi和Garlesi不時同時出現在左路 再配合Agasi在左路形成三人進攻組合 專攻速度較慢的Esparketa Weiler今場有55%攻勢來自左路 因為Garlesi通常偏左 然後車路士防守時程性141 防線與中場線之間只靠Jorginho一個負責 Jorginho覆蓋範圍絕對比不上簡敵 所以Astomweiler的Odoi Garlesi和Garlesi不斷在車路士兩線之間出現 充分利用Jorginho的防守弱點 Mundt除了回後組織後 還會在適當時前插 Jorginho退後少少,Charlesi繼續奉命防守 Garlesi再跟著Pérezsic Weiler兩名右路防守球員都被拉走後 Mundt再插入Weiler右路 對應中場Raisi沒有留意Mundt的走動 就走掉Mundt 導致Mundt可以直接面對中堅江沙 車路士左路進攻多變 Pérezsic同拉後再將Jorginho拉走 Jorginho再趁機插入Jorginho身後空位 不過Garlesi和Charlesi有肆意換防 Garlesi去追回Jorginho 但換防後Pérezsic繼續走入中路進入禁區 再加上Mundt令Charlesi產生混亂 最後在尾處Garlesi要同時面對Pérezsic和Jorginho Weiler在這方面意識上需要再加強 Jorginho後上助攻毫不猶疑 高速跑上來幫手 當然Charlesi亦很盡責去追 Weiler進行高位防守時 Garlesi負責Jorginho Wakens負責收窄角度 Charlesi再負責Jorginho Rudiga沒有選擇下只能長傳 前場Garlesi對Pérezsic Rexi對Mundt 中堅Gongsa對Giroudt 最後還有Jorginho倒閉 即使Giroudt搶到第一點 都未必可以從Weiler身上除太多甜頭 Odoi再次從右路走過來左路overload 不過4-4-2邊路始終可以有4名球員防守 車路士無論怎樣轉位 Weiler只要做到一個跟一個威脅有限 即使Garlesi從右拆入中間 拉扎Weiler防守 但Odoi一轉邊 Agassi已經很快出去對回Issipaguda 不過一個錯誤足以致命 Mundt再次嘗試從Jorginho身邊拉走Charlesi 不過Charlesi很快跟回 Weiler防守上仍然佔有人數優勢 當車路士被迫回後時 Garlesi及Rex同時指住最邊Jorginho 指示Charlesi要繼續跟回Jorginho 但Charlesi是突然有一刻的分神 Peylesic在他面前經過都沒有反應 Charlesi突然忘記要防守 令到Garlesi在後面要一對二 Peylesic輕易傳給Jorginho 沒有壓力之下傳中給Giorgit頂入 這球明顯Charlesi突然間犯錯 這球Witkenzi未有跟隨Garlesi迫搶 令Jorginho在中間成功控球 亦令中場Rex需要上前阻止Jorginho轉身 Weiler防守瞬間崩潰 一對中場失位 所以為何一對前鋒的防守都很重要 Mundt進一步入中間空位 將Charlesi拉來邊路 Candic大力轉邊Jorginho再加速後上 盡快形成二打一之勢 Charlesi虧過一次後都有積極回防 然後因為車路士兩閘都壓前助攻 Witkenzi與Garlesi分別站在左右兩邊 專攻左右兩閘上前後空位 不過這球剛剛被Jorginho關到 傳不到到腳 到下半場Garlesi又成功在防線前拿到球 Jorginho還在Garlesi身後 中堅Garlesi被迫殺出來阻止Garlesi推進 導致碰撞後Garlesi受傷倒地 Agasi再鳴爆Issipaguda落底 Jorginho要退到中堅位暫時頂替Garlesi 亦令Garlesi在中間沒有人看管 當他走入禁區時 吸引了Issipaguda的注意 而走漏了尾處的Agasi 反而Garlesi這球未有意識度要填補Jorginho位置 不過整個過程大約只有10秒 轉不及亦情有可原 再次見到車路士4141防守陣 Garlesi再出現在線與線之間 Jorginho完全沒有COVER兩邊空位 中堅Garlesi又要殺出來阻止 Garlesi再與Garlesi亦發走入禁區接應 被追和後車路士防守更加謹慎 Garlesi與Vakins繼續站在兩邊等反擊 但Issipaguda沒有選擇上去助攻 留在後面填補空位 令Garlesi未能輕鬆拿到皮球 再由Garlesi解圍 Vera則繼續位對位迫搶防守 Garlesi的進攻難以創造突破口 Garlesi想將他對Mundt後 可以見到Garlesi不斷叫Garlesi回後跟回Garlesi 同樣的錯誤他不要見到TWICE 最後再看多次Garlesi兩閘都上前助攻 Garlesi在左邊利用邊路空位 Garlesi做防中作用 就是這些球他都可以跑回來包到 Jorginho就做不到 不過Garlesi和Jorginho的作用完全割走極端 不可以單憑這一點就說Jorginho不好 在進攻上Garlesi都比失很多球 其實今場雙方都打得不錯 各自把握到對方弱點進攻 車路士進攻上非常依靠兩閘 在Garlesi決陣下攻勢只能集中在Garlesi身上 相對上令Vera容易防守 亦因為佩利錫未能找回最佳狀態 亦缺少Garlesi下創造力又差點 所以才會變成依靠兩閘進攻 Odoi的表現反而不錯 在右路有嘗試作出長傳轉變 而一名逸鋒來說 全場作出13次長傳都算是一個頗高的數字 Lampartt始終面對中前場幸福的選擇 似乎過了半季 都還未能夠將最適合的球員放在最正確的位置 只是Jorginho和Garlesi都困擾車路士很久 作客的阿士東維拉整體表現很好 全場控球率雖然為3乘6 基本上被車路士圍著攻 但防守上確實做到戰術上的部署 將車路士阻落的威脅減到最低 輸果球真是個別球員犯錯 亦顯示出針對性部署必要 你不跟著維爾就輸球了 至於Garlesi和Bukens仍然有穩定的表現 在前場給到不少麻煩車路士 之後巴克利的復出 相信阿士東維拉的攻力會更強 另外想提提中場物件非常不錯 體力極高,勁勤力的中場 今場為維拉真的包到不少球 今季阿士東維拉仍然非常值得留意